日本为加强西南群岛的离岛防卫力 已被台湾有失之需 路上自卫队的反舰及防空飞弹部队 16日正式进驻 距离台湾仅约322公里的冲绳县十元岛 规模将达570人 据是自卫队首次在十元岛设置据点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最近已告知字节跳动 要分拆短影音应用程式TITO的美国持股 以化解国安疑虑 本来政府也下通牒 要求TITO的中国母公司出售股份 否则就等着被禁止 TITO执行长预定下周 主席联邦众议院的听证会 回应国安的问题 武克兰军方上周六 在东部顿尼斯克州附近的军事单位 击落低空飞行的无人机 市民称仅用AK-47步枪 就击落中国制造的商用无人机 中国厦门的云轮智能公司也证实 这就是他们的机器 但对于旗下商用无人机遭到武器化 极力撇清 纽约克马德群岛地区 周四发生规模7.1地震 美国地局调查所估计 震源深度10公里 美国海啸警报系统一度发布海啸警报 克马德群岛距离奥克兰东北约900公里 由南太平洋一群小火山岛组成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美国队公里